你好 欢迎收看6月2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联县政府和佛教慈祭慈善事业基金会协助 0403地震灾后重建安居计划 2号下午在县府大礼堂举行合作契约书的签署仪式 并且说明永久屋规划内容 预计在一年之后受灾户就可以入境安置 0403大地震中创花联 感恩政言善人慈悲心 关心灾区重建并且协助安置照顾失所灾民 有花联县政府与彩团法人中华民国佛教慈祭慈善事业基金会合作全建 协助0403地震灾后重建 虽然希望久屋但是我们中心的时程在最后 所以我们希望计划你们的地方 给你们这个需要提示的一些参与 所以我们期待是希望用一点时间来做建设的东西 当然这个照项的话 我们是目前依所屋 依目前总部将近13 中继永久屋的部分已经开始启动 当然也全力希望能够在一年内把它新贷完成 至于说我们的住屋可以住多久 这个部分我们定例是二两年的延长一年 也就是说我们要试灾民的房屋的修缮 以及房屋改建的状况来看 那之后这个到房屋改建完成后 这个最多三年 那就会请就会将房子 只有时间转给房一线 实际会转给房一线政府 那我们就会转为社会住宅 那排序一呢就是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 那排序二呢是领有身心障碍 生活不住的 第三种是独居老的 那喊独老或双老 那再来就是单亲家庭 那再来是持有身心障碍 手册来证明的人 那再来是房屋所有权 那房屋所有权的开始就有分 是本人或是配偶 子女 父母或公婆 再来是兄弟姊妹 再来是房东 最后是那个房屋所有权 他本身有两部以上的房子的 那这样子来做排序 会中有慈祭慈善事业基金会 营建处张正柱主任 旧慈祭安心屋规划构想 诸货说明 永久中纪屋 目前限制在广东街与新衣街口 在低楼层设计集合式住宅 初步规划套房122间 双房共32间 可容纳352人 社区内并设置有社区中心 7机车车位电梯等等 同时也捐具中纪屋 以及永久安全性的社区功能 附近生活经常良好 交通方便 记得转移黄小伙道 结束 好的 任何